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的亲情,少时家境困困的梅艳芳,从小语姐姐梅艾芳一同登台演出,两姐妹四处登台彼此照顾,感情非常深厚。 梅艳芳与张国荣感情深厚,情欲骨肉,公开称之为家人。 在八十年代,又跟契妹罗美眉一同,与何冠昌夫妇上契。 在他的葬礼上,包括何冠昌遗伤,张学友夫妇在内的契妈和甘兰姐妹,都座在家属席的重要位置,张学友更是身着校服,侧席而坐。 坊间普遍认为,他跟演艺界众亲戚的关系,比自己除了姐姐爱的家人还要好。 此外,他与謝亭峰是结拜子弟,梅艳芳的友情,梅艳芳一生珍惜朋友,交由广阔。 他在娱乐圈女士供应的豪爽与仗义。 正因为这种真诚、博爱、合意的性格,使他成为演艺界尊崇的大者大。 在梅艳芳身上,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。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,让他在成名后,努力提携后辈, 同时依旧关心香港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, 哪怕是在患病之时也未曾放弃。 2002年,梅艳芳在兴祝入行20年的纪念节目上对大家说, 我在娱乐圈闯荡20年,四个字概括,有情岁月。 梅艳芳曾这样形容他对有情的看法, 有人担心我交由兴讯,会被人利用, 但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诗,诗比授,更有福, 不计教有否回报,其实都很开心。 梅艳芳的徒弟,梅艳芳在歌坛,影坛二十余哉, 随亲自带门生弟子,包括草猛, 许智安,何韵诗,谭耀文和彭敬词, 梅艳芳对其他众多后辈,也关怀有家。 梅艳芳的遗产处理,2003年梅艳芳去世后, 其遗产由汇丰信托管理。 由于梅艳芳早在生前为阻止其母尋美金胡乱花费, 因此成立信托基金, 每月提供七万元生活费给其母亲。 另外支助其二哥及姐姐的四名年幼儿女, 读书至大学毕业, 及把两个物业赠与好友留陪基, 他日沉美金死后, 剩余遗产会捐赠给妙景佛学会。 沉美金一直依靠女儿遗产所提供的生活费过活, 他联同梅艳芳卿长梅启明, 多次提出法律诉讼, 希望取得全部遗产。 2009年4月, 他更加曾经表示因为生活苦闷, 要求由遗产提出八十万元, 让他可以八十万元环游世界。 法官将举能听不相方陈词, 即时拒绝梅妈申请, 并指出每月给他十二万元生活费, 已经很慷慨。 沉美金两度败诉之后, 在2010年10月7日终于获得上诉庭批准, 可上诉至终审法院。 2011年5月9日, 终审法院判沉美金败诉。 同年梅启明和梅德明, 日品高等法院, 指遗产信托人, 疏忽处理梅艳芳生前签署的遗诸和信托书, 导致遗产损失而索偿十五亿元, 却被高院障案件剔除, 反被下令要支付纵费。 2012年4月26日, 沉美金由于拖欠二百三十万元律师费, 被法庭颁令破产。 梅艳芳的哥哥梅启明, 在2013年1月17日因为不能支付17.7万元重费, 而被法庭颁令破产。 由于沉美金不断入稳法院, 挑战梅艳芳的遗诸, 使梅艳芳留下的信托基金内资金耗尽, 于是信托基金分别在2013年及2015年, 拍卖梅艳芳所有遗物及物业, 包括梅艳芳生前所有奖项, 甚至连为物中的未拆牌泳衣套装也拿出来拍卖。 事件引起公愤, 演艺圈内更群情激愤。 于是梅艳芳生前好友,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等联手出钱, 回购奖项, 甚至以最高成交价155万港元, 投得极具价值的新秀冠军奖助, 避免奖项及纪念给予他人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 拜拜。 拜拜。